花莲农产运销公司是花莲县境内 唯一公办的肉品屠宰厂 而近年来陆续向中央申请了 大约1.1亿元的经费 逐步更新屠宰的设备 但花了大钱却惹来了名愿 现在不仅产量减半 品质还不及以往 县议会在接获成情之后 特别前往现场进行会刊的工作 花莲农产运销公司是县内 唯一公办的肉品屠宰厂 近年来陆续向中央申请了 大约1.1亿元经费 逐步更新屠宰设备 但没想到花了大钱却惹来名愿 以前一家公司才大质价 180 现在一个小的大质价 差一半 落雷公卫的同仁大家都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整修以后 我们这个屠宰出来的品质 会比以前更好 结果改了以后品质越差 所以这个刺鞋用这样啊 没有掉起来 那个鞋就不出来 猪的品质又不好 肉又不好吃 猪体又更快就坏掉 借货澄清 县议会一行人12号特别到场实地勘查 发现厅室老旧东县不佳 环境卫生也出现疑虑 以一千万的东西放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 然后让他老让他烂 然后你们在这边说 我还要再增加什么预算 因为我们花莲县议会是一个监督的单位 那所以呢 县政府农业处的荧幕科 他们是督导 他们要辅导他们 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荧幕科是都在状况外 所以这个农业处要负非常非常大的责任 接下来呢 应该县府也要送明年度的这个预算进来了 所以呢 希望县府有整体的考量 那我们可以在今年底 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有积极的作为 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 人力的密集的在教育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回聘 那些退休的老师傅 是不是回来做经验传承 那第三个就是机器的调整 那我们112年的 目前还在做机器的调整 那我们希望督促厂商 在机器的调整的部分 能够配合我们生产的运作 尽量让它能够恢复正常 议会强调 屠宰场冷电计划与改善 包括了电载设施 地面水沟 输送带与吊刮轨道等等 但在采购时 还没送审议会就已经发包 过程是否瑕疵 也要求阵风市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徐立芹凤林郑报导 这是一起来的 如果还有这一步调整